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老爷们大家好感谢收看三老大叔为您带来的DOTA2全球军攻略第一视角 那昨天给大家做了一期这个精灵马戏的看我回血 那么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机制 然后呢这期节目就给大家找了一个第一视角的素材 那么视角的第一视角的玩家呢是来自于西罗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咱们中国新生代的一个一号位职业选手 非常非常厉害 而且他的马西打得很不错 那么这样比赛给大家来的就是他的马西 因为这一边一上来打得过就饿到的 这边过肩摔摔完了以后呢 不过一加都是过肩摔的话也就意味着没有剑体术的吸血 那这样的话直接让Gaby的一个TA给完成了击杀 那既然是西罗的大号单排 那分数自然而然就不用担心了 对吧那让我们来看看这样比赛马西的一个表现 一开始的时候就愉快的送了个人头 还是喜闻乐见的一个开局 然后顺带提一下就昨天那期视频做完了之后 这个大家比较关注的几个问题 在这里给大家统一说一下 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有些观众表示说 这个小精灵他裸不出来这个祭品 裸祭品的话太贵了 其实没有祭品也无所谓 这个有点太过于苛刻了 其实没有祭品一样好用 祭品这个东西它会给你提供一个20%的吸血 但是你说没有这20%的吸血 我能不能回得上来 一样能回上来 剑体术本来就有吸血对吧 剑体术本身就有吸血 我用其他的装备来应急可不可以呢 也可以啊 对吧 你用先灵火也好 用其他东西也好都可以 所以祭品并不是一个必备品 我只是为了去让大家看的一个效果 看得更加的明显一些 所以摆了一个祭品上去 没有祭品 首先第一个问题 没有祭品也是可以的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说这边一个果尖摔摔回来 然后开始追着锤 马耳斯给了一个多 第二个就是对于小精灵来说 如果我不出祭品的话出什么 对吧 出什么都行 常规装备出什么都行 其实要小精灵唯一的目的 要的是他的羁绊额外回血 马西等于是马西的攻击 自己用这个剑体术一个自己的回血 回血之后 由于他会给队友共享吸血 那也就是说他会让小精灵的回血 而小精灵的回血也就意味着 小精灵在回血之后 他用羁绊还会再给马西回一份 也就是你等于是一个双倍的吸血效果 然后再加上小精灵如果A人的话呢 也是一样的 也是一样的 就是小精灵A人 他的这个共享吸血 让他自己会再多回一份 那也就是说他回两份血 就意味着马西回两份血 所以呢 就是这个剑体术家小精灵最大的一个 combo的一个机制 优势是在这 然后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优势在哪 那就是小精灵一般 他不会轻易的或者长时间的离开线 这边有果尖摔 马尔茨一个长毛给的不错 但是小精灵连过来 也放了两个人 你看这边小精灵在疯狂的帮自己的对手吸血 来吃个魔伴 你看这个时候 虽然说对方是把这个马西和小精灵 尤其是马西边血量拉的是比较低 但是你可以看到西罗这边完全是不慌的 他丝毫不用去离开这个兵线 因为你敢上了 对吧 你敢上了 我就是一个过肩摔 然后两个人一顿一顿集火 你看西罗这个回血回的 就随随便便就A几下 那么小精灵也没事的A对方 小精灵A对方就回血 又是一个双倍回血 你看这个血量回的 对吧 根本打不动 你看这个时候马西身上 他什么吃树他也没吃 魔伴也一直在攒着 这个血量就是在不停的往上涨 这个就是剑体术 马西再加上小精灵 羁绊连线的一个 可以说是一个成指数级增加的 这么一个回血能力 非常非常变态 所以大家就可以放心学 放心用 并不像大家想的那样 说我必须要去出一个祭品 只是个例子 我发现现在真的 做个工业视频实在是太难了 很多人真的 他不是来学东西的 真的就是过来挑刺的 也是比较累 那么这边马上三分钟 小精灵过去控一个莲花 然后再联回来 你看这俩人 你马西身上这一棵吃树 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动了 然后俩人一直满血 那与之对应的就是 你看对方这两个人 这边过肩摔 摔完了以后开始给输出 然后对方的马尔斯没办法 只能能TP了 这个地方不TP走不掉了 然后顺带一提 如果大家用小精灵 加马西的这个组合 你如果是小精灵的玩家的话 十分推荐前期 多买几个手榴弹 多买几个手榴弹 马西里边过肩摔 摔完了以后 因为现在减速的效果 是在马西的过肩摔上面 过肩摔完了以后 你甩一颗手榴弹上去 以后对方是真的跑不动 真的跑不动 而且你在往前走的过程当中 由于马西还可以利用你 作为一个终极点 可以进行一个二轮跳 直接砸对方一下 然后等于这样的话 可以再多一个悬晕的效果 所以前期的对线击杀能力 还是相当的不错的 这边马西的第一个装备 选择出的是大毒球 小精灵我们看一下 他出的是什么 小精灵这边身上 是带了一个护罐 一个魔伴 然后身上还有一个流伤莲花 再加上一组吃树 而这些东西都放在身上的话 也就可以非常清楚的 就是这个马西 现在是真打不死的一个状态 太结实了 现在马西的下落 已经24-10了 你说这个马尔斯 加小Y这个二人组 其实前期的对线 真的不弱的 要爆发又爆发 要耗血又耗血 然后要这个控制又控制 控制还非常的足 对吧 小Y人送外号远程大树 毕竟也是 对方这个RON 也是在尝试的去消耗一下 再加上现在 箭体树的这个范围 比较大 箭体树范围比较大 所以你小精灵在旁边 还是比较容易 能够吃到这些经济的 这边抢 这个地方小精灵拿到了 不是小精灵 这边一个登将跳 过天摔 你看这个就是没有 可惜没有手榴弹 如果有手榴弹的话 其实前期还能再多一点 击杀的机会 这块的小Y拉一手 不过无所谓 你看西罗这边继续 保持一个接近满血的状态 你看血量不多 没事 一拳就能回小100 真的一拳回好几十 这个是真的爽 当然现在 见底数等级比较低 这一拳可能能回个二三十 这边关键摔 扔回来 然后两个人开始 集火小精灵 开过百 过节一边卡位 一边输出 登墙跳上来 直接捶死 没有任何花里吐哨 这个二人组 就是突出一个 没有任何花里吐哨 因为对方 在跟你对A的时候 你拥有一个 极高的回血 这个就意味着 对方只要是 血量跟你差不多 他的输出能力 跟你差不多的情况下 哪怕他的输出能力比你强 但是没有强的特别离谱的话 他都是A不过你的 这个二人组的变态 就变态在这个地方了 小精灵这里呢 他现在血量不是很高 又是一个登墙跳 踩中对手两个人 然后看看光法 支援过来 这个时候 马西感觉应该是扛不住了 这时候应该是扛不住了 这个TP能走掉吗 小白手里面没有技能了 直接选择一张TP 踢到自己下路一塔 反而还是非常坏啊 西罗的马西在国内的一线职业选手里面 尤其是一号位的职业选手里面 西罗的马西算是玩的最好的之一 放到全世界的一号位马西的选手里面 其实西罗也是玩的最好的之一 他对于马西这个英雄的开发做的还是相当到位的 降位鞋加上一个大毒球 那么这块我血量回的差不多了 一个登墙跳上来 然后过间摔摔回来 这边对方的小歪直接利用一个拉拉住了马西 你看这马西就血回的 你看这俩人一边打架一边回血 别人打架是掉血 他们俩都打架是回血 这边看能烧死吗 哦烧不死 对方是有一个带强区 这边对面这个小歪啊 这个琴系这个技能确实是好使啊 这样的话马西现在在下路 仍然保持着一个非常非常无解的发育 不过对方的光法呢 经济更好一点 然后关于马西加精灵的这个组合 如果那有些观众可能会好奇 如果我没有马西的话 这个差距会有多大 这边过间摔摔回来 两个人开始锤 你看那个塔随便顶 你看顶塔不掉血 注意看这个地方的顶塔 根本不掉血 对吧 我给大家回看一下这波的击杀 顶塔根本就不带掉血的 前击小精灵 现在马西三级剑体术 加上一个相位鞋 加一个大毒球 你看这过间摔完了以后 马西一直在顶塔 防御塔从来没有打过别人 周围没有兵线 这防御塔就打了几下小精灵 然后这边再一个登庭掉过来 还是在打马西 你看马西掉血 不掉血 非常非常离谱 然后回过头来说这个关于 然后关于这个没有小精灵的话 马西会弱多少呢 在这里可以非常负责的告诉大家 弱很多很多很多 弱非常多 因为现在的这个就是我在给大家找素材的时候啊 包括这个大哥帮我找素材的时候呢 也发现了一个事就是在这个高局内平分的比赛当中 马西的高局内平分里边 10场里边有8到9场都是带小精灵的 就是1号位马西啊 有8到9场都是带小精灵的 也就是说每10场比赛里边 只有大概一场比赛 在高平分的比赛里面 大概只有一场比赛 马西是没有小精灵的 所以这个比例的话就已经非常有说不定了 如果大家想玩1号位马西的话 一定要把这个小精灵带上找一个朋友玩小英零 这个强化的不是一星半点 真的是变强了非常的多 这边马西现在的数据是一杀一次两助攻 到目前为止团队的人头是7比5 团队经济的话呢领先个1000块 这边又是过来找对方的马尔斯 马尔斯这边看一下打一套组合拳 然后第二套组合拳第三套组合拳打上来 你看这二塔照样顶一套组合拳 第二套组合拳过间摔摔回来 然后第三套组合拳小精灵连着 什么二塔兵线什么乱七八糟的 没有不管就是顶 突出一个顶 这边打完了以后躲一下对方的波 看一下对手小Y过来 那这波应该是跑不掉了 小Y一个拉 对吧 这个马西加小精灵的前期的一个极其变态的这个续航 尤其是你只要能让他出拳 只要小精灵连着他的情况下 你能让他出拳 他的那个续航一般人是看不懂的 他那个回血的能力甚至是要比一级的 就是在他也开大的情况下 开着大招 他的这个大招能打到人的情况下 他甚至是比一级的炼金大票变态的一个存在 很少很少很少有哪个英雄能够在前期说顶着二塔去强杀对手 要知道二塔的输出跟一塔真的不是一个概念 一塔的攻击力只有90 二塔的攻击力有172 这可是将近翻倍的一个提升 前期的英雄真的没有去顶二塔去强杀的 这波看一下又是从野区过来看到了对手的 TA小精灵往前走当一个灯枪跳的目标 看看这里大招的CT还差一点点 两个人开始合击 马西大招要不要开呢 这个位置大招开起来 一套组合拳破折光 有没有机会 这边再往前走 先拿这个连线连一下对手 两套组合拳直接送走对方的TA 小精灵开大飞上来找这个老陈 不过好像技能都在CT 有这边落地的时候 西罗正好是被对方控了一手了 被悬晕了 没有去找到机会 人头是来到了11比7 现在再飞回来 你们还两个人还不怕死的样子 还还想跟我打灯枪跳踩两个 两拳垂死一个 小精灵疯狂吸血 马西这边疯狂吸血 这边提前走位 想把小精灵拉出来 但是马尔斯明显也是有所提防 直接大招立起来 没有让这个小精灵回撤 这套比赛的小精灵是外队 是外队吗 我看一下 是外队 这套比赛是外队的小精灵 这个就是外队的小精灵 然后西罗的马西 现在马西的经济5600多 大家还注意一个细节 这套比赛马西是没有去出狂战虎的 其实我自己在就是看马西这个第一视角 给大家找素材和我自己在这个其他模式里面 飞天梯的其他模式里面 在游戏的过程当中 我自己综合体验 马西也不是很适合去出狂战虎道 可能适合不适合这个词不是很准确啊 但是反正狂战虎在马西出来的时候感觉并不舒服 这个道具出着 挺憋屈的其实 这块西罗没着急上啊 这块在等自己的队友 灯墙跳先过来 对方这边直接隐身反打 小精灵马上到位 小小已经包围过来了 对方这边小Y插 看看人马开大 我一套组合拳 第二套组合拳 血量给他吸上来 这边一直在顶着对方小Y的技能 而且因为之前中了一个隐移击啊 这个减甲减的有点多 这波顶住了 顶住了以后呢 直接把自己的B张开起来 再来中路灯墙跳过来 我一个过肩摔加一个老拳 两拳再往前追 对方看看这个 又用消消吹了一下啊 很贼啊这个位置 而且给上了一个混之灵物 那么这样的话 马西这个掉血掉的也是有点快 一直开着B张把这个顶掉 然后关闭一张回血 过来找一找野怪 这边加一个箭体术 箭体术一直没加上 刚才不知道为什么 这边箭体术加上 然后开始给 去打这个野怪来回血 你可以看到他这个回血速度啊 一拳好几十 一拳好几十 真的就是一拳好几十 满血了 你看一组野怪打完了 从空血到满血 就一组多的野怪的事 真的就是一组多的野怪 而且这种小精灵身上的装备 还没有做到 还没有做出来这个 梅肯之类的装备啊 所以就是完全靠箭体术的回血 就够了 下一个技能点的话 他主要开始去加这个 登墙跳 也算是很正常的一个加点 因为此时此刻你去加过节摔的收益不高 登墙跳 他可以直接增加你跳跃的一个距离和反弹的那个距离 还是非常实用的 然后人头数来到了一个13比9 小精灵这场比赛跟一直跟着马西 我跟大家说 因为他羁绊回去的那个玩意儿 他算治疗 那个玩意儿他算治疗 所以这场比赛肉眼可见的一件事情就是 小精灵他的治疗量会非常的逆天 而且小精灵的这个治疗量啊 不是完全靠他自己刷出来的 他的这个治疗量很多时候就是靠他这个吸血羁绊出来的一个效果 下一个等让比赛结束以后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最终的数据 再让大家更加直观的去感受到 小精灵在配合马西的情况下 他的治疗啊 有多离谱 现在马西呢 开着一个弊章 然后在这个地方努力了再打钱 那至于说 为什么我说他出狂战斗不输过 就是如果你没有小精灵跟着的话 你的机动性没有那么好 哎 对方这个小歪直接一个羊 羊一下 然后呢 小歪里面拉住 看一下小精灵的大招就走 漂亮 这边就走了以后 我感觉可以反打一下吧 人马又能不能过来 紫猫已经剃了 下路的伊塔还在 所以这波是可以打的 小歪的蛇腕提前插好 那么马西过来 小精灵 看看小精灵的位置 我灯墙跳 还有你不怕死一套 组合拳两套 直接秒掉对方的光法 然后过来去找老陈 过肩摔接一套组合拳 直接秒掉 TA开始给输出 马尔斯开大 你看我怕你吗 你敢进来吗 你敢进来我就干把血吸满 结果小精灵努力的在哪 看我开B招 转身再找机会 灯墙跳踩过来 开始给输出 一拳 每一拳都能回小100的血量 这个时候再找对方 过肩摔 留住小小接着发三波 又是一队疯狂输出 直接捶爆 这一波马西打了4199的伤害 由于不能统计治疗量 所以我们看不到 小精灵治疗了多少 但是这一波团战 无疑是马西和人马两个人 吃掉了最多的输出 尤其是马西 在吃掉对方第一轮 控制技能之后 小精灵把他救回来 再回到正面战场以后 依靠B招 再加上剑体术和小精灵 羁绊的一个多重回血 顶住了这波压力 下一个招备 马西准备先出的是分身斧 先出分身斧的原因很简单 因为马西是个全才 他是一个全才英雄 所以先出分身斧 可以极大的增加他的攻击力 权属性 以及多一个驱散的手段 至于说打钱来说的话 除了加的攻击力以外 分身斧对于马西的打钱并没有什么提升 因为他不像宙斯 宙斯现在这个版本 我之前给大家做了第一视角 然后顺带回答一下 在上一期的宙斯的那个第一视角下面有些观众有疑问 有一个问题 我记得是说不做龙骑这种争霸的就跑来做宙斯 这个我稍微说一下 龙骑士现在在天梯顶分局的胜率不到50% 只有48% 而宙斯在经历了7.367.36A两个版本之后 他现在的胜率是全英雄胜率的并列第一 能够跟他并列的只有出场数极低的几个英雄 比如说米波 除了米波这一类型的英雄之外 那么能够和他的胜率 能够跟宙斯的56%的胜率并列的英雄就没有 就没有 而龙骑士现在的天梯顶分局胜率只有不到50% 只有48.6% 我记得是 昨天我看都是48.6 今天不知道有没有变高一些 好 这边加点速让外队的小精灵赶紧连回来 我给大家出的这条他写的是全英雄攻略啊 只要是全英雄攻略这个都是推荐大家可以学的 而且绝对是能够对大家上分有所帮助的 如果是不太适合大家用来学着上分的话呢 我会给他放到的那个分类叫不用学系列啊 看看不用学系列 这个也是为了方便 大家在看文视频的时候啊 寻找上分英雄和寻找娱乐英雄啊 比较方便一点 像马西 现在这个一号位马西加小精灵这个就完全可以用来作为上分用 他的打钱很快 大家可以看到这场比赛 马西现在的经济已经是来到了9200块钱 他手里面有7个人头加5个助攻 每个助攻我们平均一下算50块钱 那7个人头的话 每个人头我们平均一下算200 按200算吧 因为乘7的话 你有点碎的话 这个数宝算 我们算200 然后等于这样的话是1400加上一个250呢 也就是1450 1650 1650我们算1800块钱 算1800块钱是这个人头的钱 那就扣掉这1800块钱 这个马西的经济现在仍然是和对方的这个TA相差无几 这个是在完全拿不到任何的人头和助攻的情况下 光靠刷他其实也能刷出来不少钱 这个就是因为小精灵在 哎看一下上路这波有机会有架打 有架打人马回来了 可以 人马这个名字还是挺可爱的 超大米波 骑罗的马西现在这段时间比赛的节奏打的是比较的稳健 主要是因为这个时候马西的装备正好卡在全都是这个大件的合成部件 分身所的合成部件 对于实际的战斗力提升的比较小 看一下这些小精灵 离远一点 先把对方的眼反了 反完了以后呢 马西在这个相对比较深的位置在呆着 他敢这么打是因为左边小小和紫毛刚才都已经提前在往锅靠了 所以马西选择是自己往前顶一下 因为开了B张以后小2000血加上和小精灵去救的话 这个逃生能力还是有的 马西现在17分钟经济上万 这边直接经济上万 然后小精灵带着马西两个人过来去清理一下这个冰线 然后小小到时间了 小小这边留住了一个TA 看看马西怎么上 大招先开起来 我先打你一套再说 这边先找对方的光法 打了一下 不过这个战位不是很舒服啊 我回撤一下 小精灵的羁绊还在 看一下对方开始往上追 灯强掉踩两个 一套紫合拳 第二套秒掉对方的小歪 秒掉的吗 没有 对方琴系奶了一手 不过马西这波配合小小直接带走了TA 转身第二套技能开始去找对方的这个马尔斯 不过大招已经到时间了 问题不大 一拳一拳招样能打死人 看看小小这边又是一个山坡 留了一下小歪 灯墙跳的CD还在 分身组也开过了 不能着急往前上 哦对了 分身组还可以去驱断一下对方的魂之灵弱 来解决一下对方解决了的问题 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招备 这波是分身组刚刚到手第一波 那么打赢了这波 看一下输出 这波团战呢 马西一个人都是打6108 你感觉他好像没干什么事啊 感觉好像没干什么事 主要是因为人多的时候 马西因为是靠平A的 这边小精灵连一下 小歪这边也不敢上技能 因为知道对方后边是 哦呦这个小小的山坡 延迟山坡给的nice啊 看看对方这波还要往前追吗 马西手里边的技能CD已经差不多了 踹一脚 这个小精灵让小精灵跑快一点 然后跟几个开始往回撤 人马和紫猫两个人正在从左侧往锅 靠注意观察小地图 有没有机会去进行一波反打呢 至于回血的话不太用担心啊 只要大招CD也好 上去一套组合拳就满血 这个时候马西已经是拥有了 相位鞋避章分身斧 这个攻击力非常非常的高啊 将近300弓 将近300弓的情况下 再加上满级剑体术 他没有选择这边的一个剑体不吸血 他选择的肯定还是加了一个 回身踢的一个吃板距离和弹跳的距离 这个更加的实用 哎这边看到对方的英雄了 走来小小一套索弱拳一个山坡 然后呢小歪这边被留住 转身给了一个小疾变了一下 马西不过问题不大 马西就过来以后呢 接着清理一下兵线 对方应该是不追了 少了小歪这个关键的控制的话 对方这拨没有资格过来追 而且正面团战肉眼可见的是 完全打不过这个马西 马西这个打钱啊 他的思路 其实核心思路还是靠高攻 他不是说 狂战斧这个道具 为什么马西拿着那么难受啊 因为狂战斧没属性 马西作为一个全财型英雄的话 你给他加属性对于他来说 这个提升真的是很大 而且马西在由小精一直跟着的情况下 他的剑体处全成生效 我们看下里边马西在找角度 哦看到对方的小歪了 我过来先给上一套组合拳 先把你那个大招 先把你的被动打出来 把你的琴戏给你打出来 打出来之后呢 不着急等一下第二拳直接锤死 锤死了以后呢 看看这里灯墙跳 小小这一个头智 一套组合拳 过肩摔第二套组合拳 打完就是一个满血 我不管吃多少技能啊 只要这一波团战打完了以后 我活着 对吧 我活着小精灵活着 那大概率是满血 就算不是满血 进野区随便捶两波也怪就满血了 这个续航真的高的离谱 至于为什么有这么变态的续航啊 为什么会有这么变态的离谱的一个续航 等张比赛结束了以后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小精灵的治疗量 大家就明白了 看一下小精灵现在身上的装备 他是没有去做梅肯的 他没有做梅肯 也就是说他没有像团战的时候 说我拿梅肯去刷一口治疗量的这个操作 这个操作他现在是没有的 已经打了将近21分钟 马西线的经济呢 13700 在出完了分身服务以后呢 选择去补A仗 全才英雄的A仗可以早出 完全可以早出 这边过来打一下魔方 这个打魔方的话 其实有大招的 能开的话最好还是开一下 不过这个位置呢 大招正好是在CD 那就无所谓了 照样能拿回来 照样能拿回来 这个治疗量真的太离谱 关键是他这种治疗量高吧 他不光自己高啊 小精灵这边也能跟着享福 小精灵也是巨能回 马西打人 他就回血 对吧 你看这小精灵的血满得是快 帮他打完一个魔方 过去打了一波远古 打了一波冰血满血了 看看这里小精灵 要开他过来吗 小精灵开他过来了 找一下对方的这个方法 登墙跳 人马开大 阿西往上追 再这继续往上 哎呦 这跑是真快 这种方法 分身直接解掉 对方的一个阎阳之破 小精灵里边 大招到时间了 撤回来 UTA这边直接是秒掉了 对手小小 我登墙跳过来以后 开大招 大招没有来得及开啊 这里也不着急 一拳一拳锤 这里一个过肩摔 然后再接两拳 对方这边开折光 一个推推 走一下小精灵 连着马西 马西这边被对方空了一手 大招开起来 这是你先动的手 我两套组合拳 然后开始顶二打 第三套组合拳 人马一脚跳踩 过来直接打你的侧面 第四套没用完 直接打死登墙跳 再往高台上追 对方的光法 这里只毛只光 马西走上来以后 一套组合拳没打到 不要紧 哎呦不行 这边来不及 这个位置对方的光法 实在是太能跑了 实在是追不上了 登墙跳踹一脚紫猫 给紫猫加个素 然后回来去吃蛇肉 自己顶这个防卫塔 顶就顶了 无所谓 防卫塔洗澡 完全不愁 反正所有掉的血量 你看这个灰鞋啊 这边看灰鞋啊 1300鞋 这块是 一拳100 一拳100 加上这个见底术以后 就是一拳100 满了 然后过来去拆对方的下落二塔 小精灵那边 要是再开过载之类的 那就更离谱了 下一个装备 在出完一让以后呢 准备出的就是冰眼 A帐对于马西来说 是非常非常非常 极品的一个装备 他主要是失发的 失放的时候 带一个弱区 然后呢 冷却时间减少10秒 并且所有的冲击波 都会沉没对手 所有的怒拳波 冲击波都会沉没敌人 持续一秒 虽然这个一秒钟的时间不长啊 但是 你这一秒钟 就意味着对方 在这一秒钟的时间里面 没法感激你 而这一秒钟的时间 对于马西来说 下一个组合拳的就正好了 就可以轻松血液的去秒掉你 这边一个登墙跳过来 一拳直接掏掉对手的一个小歪 打完了以后 马西现在手里边的经济精神 是来到了16,900 游戏时间23分50多秒 团队经济领先1万块 团队的经济领先的并不是特别的离谱啊 因为马西这么好的经济的情况下 他单人领先对手 一个帖就已经超了5000了 而且小精灵跟那一块喝汤喝的飞起 24分钟小精灵有8000块钱 这场比赛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小精灵 他是没有做鸡品的 没有做鸡品 然后也没有去做这个 没可能 猎对方的老神 人马过来 那小精灵这边选择 直接是开大过来 找了一下对方的帖 这边系罗也没反应过来 但是留住了对手 Gabi的一个TA之后 小精灵小小也过来了 接上一发山崩 然后小精灵带着马西再飞回去 这几个可以继续正面突进 要增强跳过来找小Y 这个时候人马要跳踩 踩住一套组合拳吗 没有两个平A 这边对方开琴戏 不过并没有什么用 无敌的时间毕竟没有那么长啊 虽然说是一个 接近是一个永恒之盘的效果 不过持续时间比较短 但是啊 但是小Y的胜率 现在非常高 这个琴戏对于他整体的 一个胜率提升 其实是非常大的 对于酱油而言 有的时候在团战的时候 对方要如果击杀你的话 哪怕多付出0.5秒的时间 战局都会完全不一样 有点马西山上中了 一个对手的严重之货 但是并没有人上来追啊 没有人上来追的话 他也就不用去开大招来驱散了 现在我A掌可以驱散 小小这边断下后排 看一下马西 剑技能给完了以后 不着急啊 挨了一顿烫揍 但是这个时候 你看马西先不着急 我先往回走一走 不要被强撞到 开温身 把自己山上的debuff驱一下 然后关闭一张 小精灵和小小两个人被秒了 那这波确实有点不太好打 这波确实有点不太好打 主要是没有盾啊 西罗山是没有盾的 这个地方没有小精灵在的话 你看他这个回血就弱了很多 这样有小精灵在的话 这一组野怪都会半管 这一组野怪回半管 再打一波远古就满血了 但是没有小精灵在的话 这个马西 你看他的回血效率 真的是差了太多了 一方面是没有剑体术的加成 另外一方面 没有小精灵所带来的 一个双倍回血效果 你看这一组兵线清完了以后 他的血量几乎是完全没有回上来的 大家可以回忆对比一下 之前他那几波挑战打完了以后 有小精灵在身边的时候 那个回血 现在冰眼就快出来了 有了冰眼以后 他黏人的能力会更强一些 小精灵这边复活 然后连线连上 然后这个时候呢 在剑体术还在cd 没有剑体术的话 清线感觉打起来还是慢了点 剑体术加上 然后一拳两拳三拳四拳 再清一波兵线 血量基本上回满 上路对方在打盾 看看这个肉山团怎么说 19000经济的马西 下一个装备 A仗现在差一些 不过极限法球已经拿到身上了 现在3500的血 400的弓 3500血400弓 再加上还有30多的护甲 以及高到离谱的一个吸血 让我们看看这一波团战会不会打起来 对方的小歪线不在家呀 老陈的小鸡暴露了他们的位置 进来找到看到对方的一个光法 登墙跳过来 然后开大招过肩摔回来 一拳两拳直接抡死 带走对方的这个光法之后呢 看看马西的经济两万块 两万块 这里人马上来 对方老陈这波被带走了 老陈被带走了 小金灵这边开大 留住了对手的一个马尔斯 过来以后一个组合拳 再加一个过签摔 直接秒掉 轰松血液 秒掉对手的马尔斯 打完以后中路兵线那儿过来 小金灵应该自己回去了吧 应该是不带这个马西回来 对还是带着马西一块回来了 小金运一下冰眼 游戏时间28分钟 28分钟 马西这边手里面带着一个冰眼 应该可以上高了28分钟 哎这边马西直接下来 哎呦这边没抓到啊 有点可惜 大陆的伊塔 最后一点点的时间能让马西踢下来 但是对方TATP的也比较及时 马西第一下没抓到 21000的个人经济 领还是领先对手TA 保持着一个5000的优势 14-2-12的一个数据 再一个装备的是大炮啊 大哥为了马西呢 没有选择 他主力为马西没有选择去出云锤和召集出BKB 其实这场比赛我觉得出个BKB也可以 就是他的冰眼这个道具 我觉得换成一个BKB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没有BKB的话 对方小Y的控制光法 这些烂七八糟的技能还是有点考验 这边灯墙跳过来 一套左拳 小小接上一个山崩 第二套左拳接过肩摔 第三套 第三套 这边打上来了吗 打上来 打掉对方的第一条命 然后转身 这边小Y直接一个拉拉柱 但是自己掉血掉的比较快 看看这波马西能回来吗 灯墙跳过来 但是被对方的墙撞了一下 血量非常的低 光法这边给上一个技能 推过来 那我就不客气了 既然你推过来 我先吸个血 我先吸着血 哎呦 马尔斯过来给我吸血了 哇爽 哇爽 疯狂吸血 一直吸血 一直爽 一个空血的马西 在这个地方 对方的马尔斯正好到身边了 旁边还有点冰线 一拳一摆 一拳一摆 跟他打不死 接着顶着对方的高级塔 清明线 看看对方的人 马西边灯墙跳上来 然后开大招 一套过肩摔 然后第二套 直接秒掉 小精灵这根连着的情况下 西罗要扛泉水了 一套走合拳 直接秒掉 对方回到泉水里面的老陈 打完这波以后呢 继续自己的超全 完成一波双杀 过来再去拆除一家对手的监制物 那比较比赛 应该也就是可以结束了 然后让我们加一点速 等将比赛结束 最终看一下数据 连破两路了以后呢 对方应该也放弃一放 马西这个点确实 这边要进塔 进泉水吗 又不去了 什么中全界的耻辱 好了 那这场比赛结束以后 我们来看一下数据啊 其实这场比赛TA的输出 这个马西的输出 可能不是特别的傲人啊 只有三万一 虽然是拳掌第一 但是领先对方的光法 和本方的这个子猫领先的并不多 但是遥遥领先的是谁呢 大家看一下这个小精灵的治疗 外对这场比赛小精灵治疗是三万四 你要知道这场比赛 他可是没有没肯的 一个小精灵没有没肯 他身上只有一个 魂之灵梦这个道具 是个治疗装备 其他没有任何提供治疗的装备 或者魔棒要算的话也可以算 魔棒可以算是一个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他拿到了三万四治疗量 这个就非常的离谱了 好吧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离谱 好了 那么这场比赛就给大家做到这里 如果有好机友的话 那不妨一起去尝试一下这个二人组 真的玩起来还是挺好玩的 而且因为你完全不用担心续航这个事情 所有你在空险或者没有状态的时候 你只需要去找到一组野怪 或者找到一组兵线 或者是找到对方一个并不是很厉害的英雄 然后吸 然后吸 一直吸一直爽 好了 我是三万大叔 感谢各位观众大佬的收看和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见 我们的 我们下期节目的观众大余分析